我晚上買到要哭了 哭了耶 一支150的一斤耶 我知道 婆婆媽媽上菜市場 發現部分菜價漲太兇 根本買不下手 林山高麗菜一斤65到70元 買一顆就要破百元 高麗菜的話 現在中南部平地沒有 只有高山的 高山的話 這次的影響一個量 縮減到一半 所以現在的高麗菜漲不大 小顆就趕快採收 大顆的一斤 最少要80 90以上 一般中等的 最起碼要60塊起跳 老闆坦言 菜價經過前幾次颱風肆虐 近期確實偏高 番茄一斤也要80元 另外苦瓜小黃瓜 漲幅也有50% 而蘇拉颱風來勢洶洶 菜價恐怕持續波動 現在已經算是高檔 特定的品項就是像 番茄高麗菜 這個比較敏感一點 但是未來的話就看這兩天 颱風的影響 它如果影響層面 沒有那麼嚴重的話 或許價格就不會再往上去 今年第九號颱風 蘇拉逼近 東半部和南部山區 首當其衝 雨勢將最明顯 氣象局提醒 明後兩天會是影響 台灣最劇烈 風雨最強的時間點 各地天氣都不穩定 強度稍微又增強了一些些 目前是最強的中度颱風 而且七級風的暴風半徑稍微 擴大到180公里 我們也可以看到其他暴風圈 在今天深夜到明天清晨 會影響到我們的近海 然後也這樣子路徑看起來的話 在明天周五前後 有可能接觸到南端陸地 所以繼續這樣子預估 我們今天下午五點半 會對屏東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蘇拉颱風小而扎實 暴風半徑約150至180公里左右 30 31號颱風中心到西南部海面 東半部及南部會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 尤其台東屏東更是降雨熱區 接下來9月1號2號 雖然降雨趨緩 但各地仍會有不定時的短暫雨 第一個最大的降雨熱區 我們如果從這個五天的圖 可以看到就是台東跟屏東 這是第一個降雨熱區 第二個當然就是會比較接近在花東交界 花東交界這個地方 可能在南花蓮 另外一個可能就是在高雄 30號大概白天的時候 上午8點的時候 其實它的暴風圈 大概就開始要接觸我們這個屏東的陸地 所以大概30號的白天開始之後 我們這個台東、屏東這邊的風雨 會越來越明顯 過去這段時間 其實颱風預測的路徑 有逐漸往南修正的趨勢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目前的位置 還在菲律賓東北方的海面上面 接下來就會逐漸的通過巴士海峽 預計禮拜三到禮拜四 會是它最接近台灣 就是通過巴士海峽的這個時間點 預計在禮拜四的下半天 它就會逐漸的遠離台灣了 如果依照這樣子的路徑上面來看的話 其實最主要影響的區域 風雨比較大的區域 會落在花蓮、台東 然後還有屏東、恆春半島這個地方 會是最主要受到台風環流影響的區域 等到禮拜四 這個颱風到了台灣的西南側的海域的時候 這個時候高雄跟台南地區 也有機會出現一些間歇性的風雨 蘇拉颱風雖然目前減弱為中度颱風 不過氣象局預估 未來強度可能會重新升級為強臺 再次挑戰二次巔峰 昨天的時候因為它在同樣一個地方 大概停了稍微比較久一點點 冷的海溫弄上來 所以它的強度有減弱 但是今天上午這段期間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蘇拉颱風 它的結構中心的這個雲溪 有再次的重整 有再次的重整 所以很可以看到 它的這個眼牆的結構非常的明顯 目前就是它在整個第二次的一個 再增強的一個狀態出現 所以應該就會把它變成是一個 強烈颱風的一個等級 中台蘇拉持續朝台灣逼近 東半部及南部地區得嚴加戒備 颱風所帶來的強風豪雨 千萬不可 掉以輕心 TVBS新聞 嚴若聲 劉彥萱 台北 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